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说小拇指的长度较长会带来更好的运程 是因为在相学中小拇指的长度若是超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指节 也就是第三指节的话 就意味着其人的财富比较出色 能够在工作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财富收入 而且如果是女性拥有这种手下课中的话 还意味着他们可以嫁得一个好人家 婚后的生活幸福安稳 二 实质比无名指长 实质比无名指长的人非常的聪明伶俐 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学霸一个 他们长大后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 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还善于理财 先猜到他们手里如浑雪球般越滚越大 因此这种人是很有福气的 在物质上衣食无忧 在精神上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三 五指细长指上 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 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到了食指的第二关节处 但凡是大拇指长到了这种长度 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 一生财予很旺 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 这种手下的人聪明能干 头脑灵活 反应敏捷 具有大智慧 措施有条有理 又擅长把握时机 他们为人谦和坦诚 是很好的朋友 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有这种手向特征的人 贵人力很好 又就强的聚财能力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 总有人及时出现 为己百忧解难 触谋划策 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 四 终止长度合适 在象学中认为终止特征 可以展现出个人在情感 以及金钱财运方面的好坏变化 特别是命主的理财投资 等偏财运的账幅下跌 都是可以从中指来看的 所谓中指的长度合适 是指高于其他四根手指 但长度不会超过一个指节 拥有这种类型中指的人 无论是面对工作 还是投资理财 都能够保证按照细化而来 既不会因为自己有能力 随意行事 也可以做到对自己保持信心 从而确保在投资过程中 能够不断地增加收入 除此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以下八种特征 一生能生财有道 福气满满 快看看你有没有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特别的柔软 并且厚实有肉 看不到金金和血管猫肉在外的话 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 而且精明手巧 很会赚钱 这种手掌的人 一般都比较的聪明能干 头脑清晰灵活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容易有所成功 最关键的是 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 尤其是偏财运 在一些投资项目上 会有很大的回报 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 似乎都会赚钱 所以一般这种手成为发财手 此外 这类人的贵人运气不错 在遇到困难时 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 二 有贵人线 所谓贵人线就是指 在大拇指的下方 有一条圆润的弧线 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 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 如果手上有贵人线 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 而且贵人运特别好 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这种手相的男人 财运气好 赚钱厉害 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 家人也跟着享福 由此手相的女人 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 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 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奋仇 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 都不会缺钱 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 三 手掌有财库 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 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 从三角形或者方形 通常为财库 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 也不是很多 但有的也是模模糊糊 不太清楚 如果掌中财库 生得很明显的话 表示此人财运极好 有一定的资产 一生都不会缺钱 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 即便不用太辛苦 也能拥有比别人还多的财富 这样手相的人 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 不愿借人篱下为别人打工 也不愿被别人管着 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 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 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 收益可观 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 四掌心藏水 所谓掌心藏水 是指把手平滩开来 中间整个凹陷下去 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财运也很好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容易赚到钱 由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 智商情商都很高 人际关系较好 也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 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 容易获得成功 他们不仅会赚钱 更会理财 比如买些理财产品 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 并从中获利 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 赚钱容易 存钱也很厉害 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 5.财运线笔值 在手相学中 财运线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质 在人的手掌中 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 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 有的却是清晰可见 笔值深长 如果你的财运线笔值清晰 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 一生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 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种手相的人聚才能力强劲 很快生活 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 6.长有凤眼纹 所谓的凤眼纹是指 大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处 由两条至三条纹路组成的圆圈 看上去像一个眼睛 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 有富贵好命 生活富裕 长有凤眼纹的人 大多的聪明能干 财运还尤其的好 做事情比较顺利 聚才能力也是一流 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 就能够赚到很多钱 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 表示事业有偿 功成名就 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 表示他们可以嫁得如意郎君 而且对方家境优越 生活富贵 7.水星秋饱满 水星秋指的是小指根部 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 如果水星秋生得饱满有肉的话 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风盈 财运较好 他们十分精明能干 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 也绝对是好的富手 收入可观 这种手相特征的人 为人正直善良 口才好 也擅长交际 懂得随机应变 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 再加之自己本身财运就好 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 会容易很多 这种手相的人 聚才能力很强 日子过得安定富足 8.钱财纹数条 手相中的钱财纹 也叫做是理财纹 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 长有一些细细的斜纹 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 并且清晰可见 那就表示此人的财运旺盛 不缺钱花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我能说会到口才极好 而且工作能力很强 在职场中深得上司的器重 可以重任 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 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 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 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 会活得丰厚 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 对赚钱的机会 向来都不会放过 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 当然相学里的说法 只是一种运程解析 幸福的生活 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勤奋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家庭中要有一双勤劳的手 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 勤奋一点 努力一点 收获的就多一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运力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